應該直接可以講 喂喂喂 欸有有有 喂喂喂喂 有要那個 你的名字會念什麼 佛顯佛顯 中文就可以了 就佛顯 中文就跟英文一樣這樣 你們好我是Rock 你好你好 我是余欣 我請那個我們在基金會時期的夥伴 來當主持人 好那我就先開始了 好那 我們等一下再來也要討論的是 關於在社群的一些生活 我們主題叫做 那些年我們在開園的社群的 那些年我們在開園社群的日子 然後在這個議程中 我們有邀請到兩個養者 他們分別是佛顯跟Frank 然後他們曾經都在 Cloud Native in Taiwan User Group 這個社群來進行一個 那個自動的服務 然後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就是沒有城市相關的背景 然後聽到Cloud相關 都會覺得 可能有點陌生 那我們就來聽聽看他們是 在這個基金 這個社群裡面他們做了什麼 好那我們來邀請博賢跟Frank 喂 好大家好我是博賢 然後 我旁邊這位是Frank 那我們等一下會介紹自己 那 今天的議程的話 主要是 我們會介紹說 主要是那些年我們在開園社群的日子 就是我們 主要是會介紹說 就是 我們主要是要針對那些 就是可能不管你是業界人士 還是說是學生 那你們可能就是有聽過社群 那你們想要 就是 接觸或是加入社群 但是不知道怎麼開始的 這些人 就是我們 這議程的話 主要就是 給你一個簡單的一些 呃 就是 概念跟一些建議 就是可以 根據我們的經驗 然後 就是幫助你們 怎麼去找到你們適合的社群 跟 跟你們就是喜歡的社群 這樣 OK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 就是主要 我們會先 簡單的介紹一下說 什麼是開園的技術社群 那 接下來再來就是介紹 那 供上一下就是我們自己的社群 就是 Chronative Taiwan User Group 那再來就是 後面就是一些 一些 我們的一些建議 我們整理過後的一些步驟 就是 怎麼去參與社群 那怎麼去找到社群 以及 怎麼去貢獻跟支持這樣 那以及 最後就是 一些經驗分享 就是 我們加入社群之後 對我們自身 或是對我們的質疑 有沒有什麼的一些影響 好 那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 我是 右邊的 我是博賢 然後 我旁邊這位是 是Frank 那我們兩個現在目前都是 那個 Chronative Taiwan User Group的志工 好 那首先一開始是 先介紹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 是開源技術社群 那 這個那個 那個技術其實沒有差 就是開源社群這樣 那 社群的意思是指說 就是有一群 熱愛技術的一些 志同道合的 一些 可能窄窄啊 或是一群 一群人就是 聚集而成的一個團體 就有點像是社團那種感覺 那 社群的主要的 概念是 它是 分享 學習 以及 推廣交流 還有貢獻 就是 呃 你可能熱愛一個技術 或是你熱愛什麼樣的一些專案 那大家一起 呃 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交流 一起學習這樣 那持續去做耕耘 這個的話 我們就把它就是 稱為一個社群 這樣 這是一個社團那種感覺 只是大家一起 為推廣 或是一起去學習某樣的事物 一起成長這樣 那底下有這個台灣的開源社群的目錄 大家可以去參考 就是其實有很多 台灣的社群的一些資訊都在裡面 就是包括我們的 然後還有Costcard 各式各樣不同的社群的一些 的資訊跟連結 大家可以去參考 台灣其實有很多 像 很多這種類似 類似的一些社群 喔 好 就是 OpenStack Combinatives跟一些 Cloud Native的一些技術 我們主要是希望能夠去 呃 因為我們 我們這些人都是對於 Cloud Native 這種Cloud的一些技術 非常的有興趣跟熱忱喔 所以我們 我們主要就是要去推廣跟 就是學習 還有幫大家 幫助大家去了解說 什麼是Cloud Native 什麼是Combinatives 什麼是OpenStack 這些的 這些 各式各樣的一些網路 或是雲端的一些技術 那 我們的話也 我們主要是透過一些 MeetUp去 定期的MeetUp 然後 會去分享說 我們會邀請一些講者 來分享相關的一些議題 或是他們針對一些 Cloud Native的一些 專案的一些經驗 還有一些 技術的一些分析 幫助大家來了解 跟互相的交流 那 對 那這是我們的社群 就是我們有參加很多活動 右邊我們的官網 然後大家可以比較快去 找到一些相關的資訊這樣 對 好 總結束我們的Facebook 就是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們的這個社群 OK 那 這個就是 呃 可能有些人都不知道Cloud Native的那個 的那個 的概念 那這個就是Cloud Native CNCF他們 官方的那個 Cloud Native的一些 Lenscape 就是它可能包含的領域有哪一些 包括就是從底層的Middleware 就是你今天 如果你要部署一個服務 到 就是 雲端上面的話 你可能會有 底層會有人會很需要 考量到很多層面 像Storage Security 還有認證 或者是一些 Networking 各式不同的一些層面 那Cloud Native就是去包含的各式各樣 這樣子的一個 概念的 的一種 呃 Cloud Native就是 類似 呃 概念的 集合體吧 對對對 就是類似這種的概念 那我們主要就是推廣這個Cloud Native的這種 精神跟技術 好 那我們的社群就是 有蠻多 我們社群有蠻多的活動 就是我們 主要的 主要的宗旨就是去學習 跟交流 還有推廣 Cloud Native什麼東西 以及Cloud Native的概念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能夠建立一個 能夠大家互相討論跟交流的一個 Cloud Native的一些 技術的環境 那我們也會每個月去 呃 定期舉辦 像是 Meetup 或是一些Webinar的活動 還有Workshop的一些活動 邀請一些專家 來分享一些 Cloud Native的一些技術跟 一些經驗 那我們也會 就是 剛剛提到的Workshop 我們也會提供 我們也會 就是教大家怎麼 不定期舉辦 Workshop 來 教大家手把手怎麼去使用 各式各樣的 Cloud Native的專案 那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蠻多活動 像是我們還有 Cognitive Infra Lab的一些計畫 就是 培養就是 台灣的 不管你是學生還是工程師 然後你就可以來 就是 呃 在在我們的 我們建好的這個 infrastructure上面去 做自己的研究 或是去做一些 自己想要做的一些 操作這樣 就是我們 有建立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讓他們可以去 來 讓這些工程師或是學生 都可以來 透過我們這個 平台來做個學習這樣 然後我們剛好台下有 那個我們現場 這個Invalab建置的 成員 然後有問題的話 待會可以請教他這樣 然後我們有一個 實習生的一個計畫 有在跟OCF這邊做合作 然後就是讓 呃 更多學生去 知道說我們 open source這些 cloud native project 然後可以怎麼去運行 跟貢獻這樣 然後我們有 也有在進行這個project 在進行 OK 好 對 那我們也是 呃 CNCF官方的一個社群 就是官方認證的 因為我們是 主要是推廣 cloud native技術 那其實在 呃 世界各域其實都有 不同的就是這種 像我們這樣 種的user group 那我們剛好就是 我們就是 呃 有 有 因為我們辦很多活動 然後有被官方去承認說 我們是他們官方的 台灣區的 那個 的社群這樣 OK 好 那這是我們的 regular的meR 就是我們有 每個月都 我們每個月都會有 這種活動去 跟大家分享 那完全都是免費 就是你可以來 報名來聽 然後來跟來交流這樣 對 這是我們的活動之一 對 那這是一些花絮這樣 就是每個月的meR 就達會像這樣子就是 會大家可以一起來聽交流 對 之前都是在線下 然後現在只是偏向 因為疫情的關係都在線上 那我們也不定 去跟一些公司 租借一些場地做合作 像一些line 或是 呃 滴卡這樣的一個環境去做分享這樣 對 好 那就是像哥斯哥講 就是contribution workshop 就是我們之前有 怎麼去教你去 貢獻苦盆的意思 跟 貢獻openstack 還有safe的一些 workshop 那還有一些晚會這樣 對 然後costcard的部分的話 就是因為去年 疫情的關係嘛 就是我們在線上的話 其實我們在我們攤位 其實很類似一種 呃 呃 線上的clubhouse呢 大家凝聚在這裡臨時來一個 然後我覺得是那個氛圍其實蠻棒的 那今年就是 終於有機會在線下 然後跟大家做互動 那其實我們後續會再分享一下 我們議程軌跡 其實在AU101 後續會再講 這個我們 怎麼去 呃 做一些那個議程的分享這樣 OK 那這個特地講到就是 今年的話我們 就是我們社群就是有 有就是主辦 KCD台灣 然後跟costcard合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costcard的那個 的官網 它可能會寫到寫像是 costcard然後 KCD這樣子 或者是 有那個就是 吉祥物就是小 小卓在雲上面那個 就是KCD的一個代表 那就是因為我們今年就是 有去申請這個 KCD台灣 因為就是 CNCF它有一個活動 叫做 Kubernetes Community Day 就是它就是 希望透過當地 在地的社群的力量 來推廣這樣子的 舉辦這樣子一個 day的研討會 來推廣就是 Kubernetes或是 那我們剛好就是 有申請到台灣區的 這個 KCD Day 那所以我們就是 這次的話就是 跟costcard一起合作 所以可以看到說 就是 logo才會有這個 這個KCD 就是主要是我們社群去 就是 去申請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已經就是 很 克制的介紹 我們的社群在做什麼事情了 所以大家可能 對於社群應該有一些 概念 就是我們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來 依照我們的一些經驗來 教大家怎麼去參與 如果你想要參與社群的話 你要怎麼去開始 好 那首先是 要怎麼去參與社群呢 我們把它分成四步 就一開始的話 你一定要先尋找動機 就是 其實我都把它 其實形容就是 類似 找社團那種感覺 就是你去學校找社團 那你就一定要先找動機 就是你為什麼想要參加社群 你想要從社群中得到什麼 或者是 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那再來就是 你想好之後呢 那接下來就是尋找管道 你要怎麼去找到社群的 你想要的社群 那再來 你找到 你想要社群之後呢 最後就是 你要怎麼去參與 你要 透過什麼方式啊 或是有什麼 方法可以去參與 參與去了解這些社群 那最後就是 你參與社群一段時間之後呢 你可以為這個社群盡力 就是 支持跟貢獻 所以我們會分成 這四步來做個介紹 首先就是尋找動機 你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個動機 或是熱忱 所以其實 你一開始可以去想說 你有興趣的熱情的領域是什麼 就例如說你可能是 對PHP Python 或是Golan 你可能對程式 或是對其他某些系統 有特別的熱忱或是技術 那你就可以去 根據這些技術 你想要去做專研 然後去尋找你的社群 那這個其實不限於 一些專業技術 你其實可以任何的領域 其實都是可以的 都適用在社群上面 那你就是尋找你想要有 有興趣的一些領域這樣 OK 那你找到領域之後呢 就是你的動機 假如你今天可能是 對某些語言有興趣 那你今天就是想說 那我交通社群 我想要做什麼 那你可能會有一些想法 那不管那想法 到底實不實際 貼不貼貼那 都沒關係 就是你要有一個動機 那就是你就是 可以先整理一下 你想要的一些方法 例如你可能是 想要交通社群 跟別人討論 或者是你沒有人可以 你可能周邊的人 沒有人留意這個技術 你想要找一群人 可以一起去 去交流 那這個也都OK 就是你可能 希望有一個地方可以交流 希望有地方可以去學習 你希望能夠擴展你的人脈 希望能夠增加眼界 然後是可以認識一些 就是大神之類的 你想要跟他交流 那或是 或是你想要去貢獻 這樣子的技術 這些都是你的動機 就是 都可以把它變成 就是你的 你總要 你的 就是 你真的想要做 交通社群之後 想要得到什麼 跟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動機了 那我們就找說管道 你今天已經知道說 你 你今天想要的技術是什麼 你想要什麼 什麼樣的那個 的領域 那你想要 你現在已經知道了 那你就要去找看看 就是 有沒有方法可以去找到 相關的社群 或是相關的技術 OK 那這管道其實有 非常多種 就是 我們只要 整理幾種而已啦 那第一個就是 當然就是 剛剛的開源社群目錄 這個是 這是那個 目前已經整理了 最新資料的 台灣目前有的 一些社群的一些目錄 那大家可以點進去看 就是 裡面會有很多 社群的一些 導覽介紹 大家可以去看 那這是一種 那第二個就是社群平台 就是Facebook或是 一些粉專 那甚至是一些 Telegram那些 都可以就是 都可以找到 相關社群的一些資訊 那 或是說有些社群 他們其實會有官方網站 就像我們剛剛那個官方網站一樣 你可能在 Google搜尋的時候 搜尋到某些 你可以直接打什麼什麼社群這樣 然後可能就跳出 他們的官方網站 或是他們的粉專 對那 再來的話就是 一個我蠻推薦的方式 就是研討會 就是像 不管是像Costcard這種的 這種的 機會 或是像Ccom那種的環境 那你其實是可以去 摊位去多聊 去摊位那些多聊 然後去看一下說 不同的一層鬼 他們可能會有不同的社群去演講 那你就可以去了解說 這個社群 他們主要的技術是什麼 然後他們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他們的文化是什麼 你看他們成員之間的互動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社群的一些文化 那你可以去了解這個社群 這是我蠻推薦的方式 就是研討會 那再來就是親朋好友 就是你可能你的同事 或是你的朋友 他們都在 就是 在社群裡面 那你就可以跟他們一起交流 然後 或是請他一起帶你去社群去 去參與這樣 那再來就是實驗室跟學校社團 那這就是一些觀點 就是你其實可以去找 就是像 OCF他們的社群專案 那裡面有寫 那或是你可以去像是 直接去 Facebook上面去打 很多不同的社群 然後就會有很多社群的一些資訊 像不管是Golain 還是DevOps SRE 各式各樣不同的社群 因為現在其實社群非常的夯 所以其實 很容易就可以搜尋到這些資訊 你可以透過粉專或者是一些社群 搜尋引擎你都可以 我這邊補充一下就是 大家可能會有一些疑問是說 我可能不在台北或是在哪個地方 我覺得可以去搜尋一些關鍵字 或是你的領域部分的話 那像我個人經歷可能我念書可能在台中 那台中可能就有一些台中KFC TFC這種自由軟體的愛好社群 然後可能就去找這種去參加這種社群 然後如果你可能在新竹 新竹也有馬農或是其他的一些在地的社群 然後可以去找到你可能一些技術領域 然後跟針對你的關鍵字 那在對於OCF來說 他們有社群的專案 其實大家可以在上面去瀏覽 也可以去贊助這樣的一個社群的一些舞台這樣 那像Costcap這邊就有一些專案 然後我們那個CNTUG這邊也有在這個專案的內容上面 那大家可以去看這邊更詳細的諮詢跟對應的連結這樣 對其實其實不限於台北 其實到就是可能北中南都會有社群 大家可以去依照自己的方便的話去去尋找這些社群這樣 OK那如果你真的找到你要的社群 就是你可能技術比較就是可能比較少人用 或是比較冷門一些 那你真的沒有的話你怎麼辦 那你其實可以自己創一個 那自己創你可能會想說 欸社群這麼麻煩那我要怎麼去創 那其實你不一定開始就要創一個多 多大多複雜的一些社群架構 你可以從小就開始 就是小團體 因為其實社群就是一群 有共識的人一群 一群就是聚在一起一起 對我們舞台式努力嘛 所以你其實不需要太大 你可以先從一個社群的粉專 一個社團開始 或是你可以從讀書會 就是你可以自己先辦一個 你自己可能同學之間的讀書會 實驗室之間讀書會 然後你再慢慢去擴大 變成系上讀書會 學校讀書會 然後後來再來就是投稿 一些Costcard 一些研討會 或者是說 可以跟其他的社群去 合辦這些活動 慢慢的去壯大 你不說一開始一定要多大 這樣子 因為主要我們主要 主要不是說 要把社群弄得多大 而是 你要找到一群人 能夠跟你一起 就是去 朝向一樣的目標去前進這樣 OK 那接下來換 OK 好 換 因為下半部分換我 我這邊去做一個分享 對 那怎麼去參與社群呢 那其實我們 我跟博賢這邊 在準備這個slide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回顧 我們怎麼加入這個 CNTUG這個社群的 那其實大家可以去參加 就是很多像 今天 今天在這個Costcard 可能22鬼同時的一個社群鬼 在做一個分享 那其實你可以去參加 找到你有興趣的議題 去做一些分享 那你可以去 透過比如說 還有就是 攤位的一些交流過程中 可能找到你真的 適合的一些同好 其實我們在參與社群 其實我們發現 我們很多的夥伴 還有一些 貢獻組織的一個團隊 大家可能都是 對於這個領域都很有熱忱 很有興趣 那你會發現我們在交流過程中 有互相成長 然後技術有不斷的 慢慢的提升 那後面 我們會談到一個舞台的部分 然後 其實我們更想要去 讓大家理解 就是我們除了參與之外 你可以去 有機會站上這個舞台 然後去做一些單身講者分享 然後可能增加自己的一個能見度 大家可能看見你 然後你可能後續會影響 你的職雅的一個發展 還有後續的一些 技術的一個進展 然後大家可以有更 有機會看到你這個人的一個發展 然後所以我們這邊有個籃子 就是說我們可以有更多的一個參與 參與會比就是 呃 後續你可能不了解 或是不了解這些技術的話 呃 可以有更適合的一個方式 那我覺得從參與開始 可以是 踏入一個 那個開源社群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機會 那像你們現在進來 聽我們這一次的一個演講 跟分享 那 呃 除了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管道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參與志工 比如說呃 可以參與社群的一個志工 去做一些 呃 籌辦一些活動啊 然後我們可以協助找一些講者 然後還有可能 我們一起 努力去規劃 安排一些那個 那個 找一些那個講者的一個過程 那這些投資人 讓你在這個過程中了解說 我們怎麼組織一個社群 怎麼組織一個團隊 那其實CostCup 也有很多志工的一個機會 那大家也可以從這個部分去做參與 那其實我的過程的話 也是 呃 從CostCup開始 我其實就是擔任 就是紀錄組一段的時間 後來我找到的就是 這個 這個專案是我後續有興趣 然後跟我自己的一些 呃 研究所的計畫 然後還有一些支壓的發展 其實後來就是我 協助的這個社群 做一些技術的推廣 然後我有參加 站上這個舞台去做一些 呃 的分享 然後也是在CostCup這個舞台 然後後續就幫助這個組織做 呃 後續的一個協助這樣 好 那我們再來談談怎麼去做 那個支持跟貢獻 那其實就是呃 可以有很多自己的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去嘗試 站站舞台 然後或是協助社群 或是簡單的一些呃 比如說Warding的一些修正 或是一些 呃 Media的一個分享 然後我們可能是 呃 其實我們 所有的出眾都是圍繞在 Open Source的一個專案 就是我們大家可能 對於一個專案或是一個技術 很有興趣 然後我們就投入一個心力 然後花很多時間 然後我會發現到 呃原來在社群的過程中 有人跟你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有人發現了這個問題 你可能不知道 你可能 呃可以跟他在互動交流過程中 怎麼去做一些增進或是修正 然後或者是 你能把你的經驗分享給他們 他們可以給你相對應的一個 feedback 哦原來你是這樣做 你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過程中 其實讓自己有更多的成長 那其實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我們可以促進大家 是一個很 有一個很 類似很大的一個興趣小組 然後我們去 持續的前進 朝一個技術的成 技術方向前進 因為現在科技進步很快 然後呃 世界在變 然後我們技術 一旦不斷成長 那需要大家一起來貢獻 一起協助這個 呃技術 然後讓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 就是發揮的一個部分這樣 然後再回到我們 剛才博賢提到的一個 四個重點 其實我們今天要分享的重點 就是這四個圖 就是我們怎麼去 開始去尋找一個動機 然後去找到你最 對應有興趣的一個領域 跟技術 然後我們去往下 就是切入去深入 然後找到一個管道 這管道可能是一個社群 或是其他的一個技術舞台 或是研討會 那我們可以去參與 去了解這個社群的一個發展 然後我們怎麼去 可能有機會 你可能是參與 參與是舞台的一個講者 然後去分享你自己的過程跟經歷 然後再去 持續的支持跟貢獻 那這是整個一個循環 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不同的事情 你可以 參加不同的一個社群 跟 跟一些 專案 然後去持續的進行這樣 好 那我們要談談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們兩個後續的一個 生活跟植牙 帶來什麼一些影響跟改變 OK 再換一下這樣 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因為 開演技術的社群 會不再一直演變一個發展 那所以我們就是 其實我的歷程 就是我在研究所 可能有一個特定的領域 然後我們持續貢獻這個 open source project 那其實在貢獻open source project的話 就是 可能國外的一個人 技術contributor 可能不知道說 台灣的狀況 跟一些技術的困難點 那其實你會發現很多 其他研究所 或是其他技術 業界技術的工程師 他們都會用這樣的open source project 那其實在這個社群這個舞台 其實這個舞台 就是可以讓你可以有機會 去跟這些人去交流 然後去促進你自己的一個成長 跟技術的一個討論 那後續的話就是 我們可以去拓展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你有去 展現你自己的一個能見度 然後大家可以認識你 然後對於你之下的一個發展 就是 你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然後你可能會獲得不同的名片 然後可能知道說 你有機會可以去做公司 協助他們做一些更有系統的一個貢獻 因為你參與過這個專案 你有這些技術 然後延展到一些 就是我們有認識很多 像是不同業界 或是外商的一些企業公司 然後我們可以做一些合作 然後或是討論 然後像是我們在進行一些invalab 然後也可以協助 那個 就是 我們很多的一些學生 進行一些workshops 那直接就是 我們在過程中的一些成長 跟進步的部分這樣 好 那 就是這邊也是剛才提到的部分 就是我就不用再多說了 我想要去切到再下一個好了 因為這剛才都講過 那我覺得 這個是我們最後總結的一個重點 就是 社群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舞台 那大家就可以站在這個舞台上去做一些分享 跟一個經驗的一個回饋 那其實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可以聽聽就是台下的人 給你什麼一些意見 然後你可能去 分享你自己在走過這些歷程的一些過程 那 其實就簡單總結幾個點 就是 呃 大家在這個過程中去不斷的去學習 精進 然後可以提升自己的能見度 那這是第一個點 那再來的話就是 你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一些 喔 原來有很多人跟你有同樣的一個興趣領域 然後你可以一起跟前輩做一些交流 然後促進你自己的成長 或是你跟 很不懂的人去做一些分享 你可能找不到 喔原來你沒有看到這樣的一個細節 這些的一個部分 然後讓你更清楚說 我更深入了解這個專案的進行跟發展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有很多的一些企業 或是一些學生 他們可能對於這些知識不足 你可能在這個過程中 你可以去 凝聚這樣的一個技術的一個推廣 然後去跟大家去促進說 喔原來我們可以一起來做這件事 把這個技術 推廣給台灣的人 讓他們更知道說 我們這個技術是可以在 企業去使用 或是社群上去做一些促進 所以我們可以去 達成一個就是 讓社群變成一個 知識的共同體這樣 OK 那其實這個是我們的 一年一度的那個Cost Cup 就是其實是一個舞台 那舞台可能有兩個面向 那第一個面向就是 我們可能站上這個舞台 去做一些技術的分享 那去可以去 呃在這個 這是我們現在在那個 AU101的那一個軌 那可能他們就是現在 在做一個這樣的一個分享 然後就是也有直播 大家可以 有機會後續 等一下可以來去我們的 一城軌去做分享 那第一個舞台的話就是 我們可以在站上舞台去做一個 展現自己的能力 然後分享一個技術領域的一個分享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你可以 博險這邊可以再補充一下 那個舞台的部分 對 OK 我這邊補充一下 就這邊的舞台 其實 其實你可以分成兩 兩種就是 一種就是 你可能就是實際上台去做分享 那這是一種 那第二種這邊的舞台 有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是提供一個很好的環境 讓你可以去 交流 跟可以去了解認識其他社群 不管是社群對社群之間的 的互動跟交流 或是你是一般的會眾 然後你去了解社群 那這些都是一些很棒的一個舞台 所以這邊的舞台就是分成這兩種部分 這樣 那就是很大 就是 很詭異大家就是多多來 就是參與 就是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 就是不管你是來交流的 還是當會眾 還是來 當speaker 都是一個 這是一個不錯的經驗 也是一個學習 這樣 OK 還有最後一個 對 就是 對 等一下 我做的時候我在 工商時間前 我先就是在 就是 補充一個 就是 就是一般的時候在那個 就是 加入社群的時候 其實滿多的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剛剛 聽到我們就說 就是你 你可能就是來交流 或是多跟認識大家嘛 對不對 那其實一開始 就是 蠻多人的問題就是 他們可能很內向 就你可能 來了之後 然後你不知道要怎麼去參與這社群 或是你不知道 你可能都不認識人 然後你來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那我這邊有一個 我自己自身的一個 一個想法 就是一個方法 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是 就是你如果一開始你會怕的話 那你可能 你可能第一次參加 或是一些什麼聚會嘛 那 你可以先當 會眾就好 你可以就是先聽就好 然後你可以 就是先不用刻意要交流 就是刻意去跟其他人交流 我自己是這樣啦 就是你可以先底下聽 那你多聽幾次之後 你可能會 呃 對於演講的議題 有一些 概念 或是說你可能對演講的議題 有一些問題 或是想法的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來 當作切入點 你可以去 就去請教講者 那你請教這個動作 其實就是交流了 就是你如果不敢去跟你 旁邊的會眾不認識的話 那你可以去請教 講者 那講者的話 你就可以先從講者去做交流 那你可能就跟講者認識嘛 那你也可以知道 怎麼去跟講者去做一些 溝通交流 技術 就是交流你的想法 那在某些情況下 因為其實 在一部分技術的研討會下面 就是 你 通常演講完之後 可能會很多人去問講者 那甚至你在問講者的過程中 其他人可能也會 也會一起幫你回答問題 大家一起去集思廣地去思考 所以你可能就在那個 情況下 你可能就會認識更多人 對 就是你可能 除了認識講者之外 你可以認識其他 一起跟你討論的人 那你們熟了之後呢 下次你可能再聚會又遇到他 那你就可以去找他這樣 就是 慢慢的就是從 以講者這邊 去詢問問題 請教問題 當作你的交流的出發點 然後在 以這出發點之後呢 再慢慢去 擴展自己的人脈 去提升自己的 一些溝通 跟交流的一些能力 那等到後續 如果你真的就是 都比較熟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嘗試 當那個 speaker 那這個的話就是 可以再更提升你的 一些自信的 一些自信度 你就不會 你就不會像怕人這樣子 或是說 不知道要怎麼辦這樣 對就是我的一個建議 就是 大家如果在創意社群的時候 有約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 當然還是就是 建議大家就是 多加交流 多加認識人 就是 就是對 不管是質疑還是生活 都一定有幫助的 就是 社群的一個 一個帶來的一個好處這樣 OK 那 最後 就是 工廠時間 就是 我們的 因為我們主要 就是Costcard 跟就是 KSD台灣 我們是KSD台灣嘛 然後 我們的主要的議程軌 就是在AU的那個教室 就是今天整天這樣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來參加這樣 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議程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疑問 對阿 有沒有疑問 喔那邊 他有一個問題 他有一個問題 好 這個可以講嗎 嗨 嗨 我想問一下就是 Join社群這件事情阿 有什麼Commitment嗎 就是對於社群 社群 剛剛台灣國音 對於社群 是有需要去做出什麼承諾 比如說你 這個時間 比如說每半年一次的review 你可能要花多少時間 投入社群的分工 還是大家其實很 很free 因為我覺得很free很容易造成 其實線下讀書會自己也在煮 但是 很容易造成慢慢就會解體 就是大家如果沒有Commitment存在 大家很快就會 我很忙我有事 就慢慢消失了 然後當社群還沒辦法壯大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就解散了 就是 就是Commitment怎麼讓大家去保持 就讓大家去有這個承諾出現 對沒錯 這個是一個問題阿 就是 我覺得如果你要 這是 以我的觀點阿 就是 如果你要去handle一個社群的話 就是 主要還是要有幾個 呃 靈魂人物 然後來去主導這些事情 對 靈魂人物來主導這些事情 那再來就是 呃 當然是可以提供free 因為大家都是 呃 志工嘛 大家都是以 就是有興趣來來這個 所以你不能說強迫其他人這樣 可是還是要有一定的一個 一定的一些 就是 就是 Commitment或是說 一定要一些規範這樣 就是 對 因為你就是 你是來幫忙嗎 你如果願意幫忙的話 你就是可能還是要 有一些 一些貢獻這樣 但不用強制 這都是 社群 對 自願性的 自願性的 就是其實我們是每個月有meet up 然後我們每個月都會有人 彼此互相提醒 喔這個月要辦meet up 我們是不是要找獎者 那我們定期是不是要開個會 然後來做這個事情 那因為可能大家工作都很忙 或是有其他失誤 那可能大家就輪流 來做這個 當一個 例的這個 這次meet up的一個角色這樣 那其實還是有一個 靈魂人物會去幫忙做一個push 就是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有圍繞這個精神 然後大家都是 其實都很蠻類似相近的人 大家都願意想要投入這個 心血 然後去 花時間才圍運這個社群這樣 那我覺得這是整個過程 然後參與的一些分享 對 對 我覺得靈魂人物蠻重要的 就是你要去主導 這些社群 對對對 你不能說大家都就是很忙 然後沒空 但是還是要至少一兩 一到三個這種靈魂人物 去互相cover 來主導這些事情 對對對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 那麼主動 就是可能就是說 哇 也可能很忙啊 所以還是要有 靈魂人物來 來處理這些事情 會比較好一點 對 對對對 那這個的話就是 不同的社群之間就是 互相的溝通 喔這邊還有問題是不是 喔還有兩個問題是不是 呃 什麼 第一個是什麼 想學習 雲端技術有什麼途徑 喔有第一個 你要回答第一題 雲端技術喔 這個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就是 有點偏題 這個就要直接加入我們 社群 社團的粉絲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們 很多技術人 跟人家做一些分享 那如果有問題 或是想學習的點的話 其實在上面直接提問 那就我們大家可以幫你 貼一大堆reference連結 讓你去參考 那我們還有Telegram的頻道 也是比較好做線下交流 大家可以直接在那邊 部分 或是說等一下可以跟我們 在這邊做一些互動 馬上就可以實踐 剛才博弦的 對啊馬上加FB的時候 或是加Telegram這樣 我們馬上就可以 成為你的一個夥伴 對 在這邊的話 我們其實之前的 這算奇怪話啦 我們之前全部的就是 大部分的那個Mia 我們的一些資料 其實都有整理在 YouTube跟那個 GitHub上面的 都有簡報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那邊去 慢慢去找到很多資源 對 那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話 你其實可以加入我們的社群 然後 FB或是說 Telegram來 就是丟出去問題來 交流這樣子 你就可以比較知道說 有哪些途徑啊 或是怎麼去學習這樣 我想要延續 剛才那個博弦的部分 就是 因為我們剛才 我們在準備這次的talk的話 其實我們很像在 我們兩個的回憶錄 就類似說 我們怎麼加入這個社群 然後我們怎麼參與 我們怎麼認識 我們都在回想這些事情 那其實就是 這過程蠻妙 然後我們就是 剛才的那個四個部分 四個部分的話就是 其實就是這些 我們進入這個社群的一個過程這樣 對 然後回到第二個 就是那個社群怎麼決議事情的 這個的話 加入 然後投 對阿 加入都知道沒有 我看一下 這個主要還是 社群友善 我們會有一些那個 投票啦 就是以大多數的票為主 就是我們會發一個 那個 那個要討論的一個question 然後我們做一些投票 然後做一個 這些事情的一個決策 然後 比如說我們要 有一些 發布訊息的一個部分 要做刪減 然後我們可能就是投票說 這個是不是可以適合佛在社團 那這是比較很基本的一個 那個決策的一個部分這樣 對那如果投票沒辦法的話 就是大家開會 然後打架 我們也就是開會 討論一下這樣子 對對對 通常就是盡量不要引起爭執 因為大家都是為了社群好 大家都是友善 所以就是 以溝通 為本這樣 就是不要 不要吵架這樣 好你要補充 這邊還有一個 我們的社群的 剛才才講完那個 INVALAB 那個 通常 通常如果你有什麼事想做的話 大家不會有什麼意見 就是 你只要把事做完而已 對 那 如果有些事項就想其他人幫忙的話 就 就會問 就是 開會的時候會問說 就有沒有可以幫忙這個這樣 然後看有沒有有志願這樣 對 所以基本上 提議的部分 其實 大家通常不會 不太會反對 就是 如果 通常會討論啦 就是 例如說你這個 有沒有什麼好處啊 對社群有沒有什麼好處 真的 但是 就是 如果 如果你有committment去做的話 其實大家不會特別反對說 你做這個不好 對 除非真的是對社群 社群喜相 或社群內部運作不好的事情 大家通常不會反對這樣 好 那我們這邊還有一些貼紙 大家等一下可以現下來拿 我們的一些相關的貼紙 對 對 那這只是我們的經驗啦 就是其實 不同社群的文化不一樣 大家可以多多參與 多多去了解這樣 這樣 不一定我們的 只是分享我們的經驗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